三局都没有拿到分数 然后上一局稍微好起来了 对吧拿了八分 他现在也是想去各个点位 在初七的时候 然后队友他在这里埋人的时候 队友把人撞到了 你只是在第一波拿车 出现这种失误很不应该 是埋到了一个XCG队友赶了过来 竟然他可乐拉过去贴这个马棚 不一定能走啊 他队友这个时候队友过来了 那他们现在是要抓单啊 I7 觉得Steven这个地方是个突破口啊 也没问题 是 就现在I7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旁边怎么来了一个DSS 哇 这把Berry控得真好 是 18子弹 多半应该还是I7的 他躲在那个石头后面 远点DSS抽不到 哦原来是I7不是倒数第一之后 DSS变成了倒数第一 DSS想拿分 对大家都想来抢分 对 这就是 都不想 都不想当倒数第一 对 那就是听到枪声 杀拿脸上的分数吧 就看最后的 对就看最后获利者是谁了 对 DSS概率大一点 主要是他们的一个劣势我觉得 关于这几队疯狂跳信息GFY是舒服了 对我前路 哎好像 基本上是少了三队 还行啊可乐这不行啊压制的还可以 提前枪预秒点还不错第二波 帅这波好可乐立功了 是的立功了啊 但是DSS坐收鱼翁之力 DSS成为了最后的大赢家 感觉这些发源点好像还有啊很热闹 但是大家换来换去基本把后面没什么影响呀 是的兄弟们不想当班长啊主乱 你是实名往后的 你再怎么搞也是实名往后啊兄弟们 是的 啊这个时候就是把班长位置让出来 哦 sms 这一波的话已经掉两个了 二人一草胸 原点还有人在架着 T9头也不回 兄弟们三个人点位啊 先把人收了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转移吧 对 圈圆看收缩 在50多秒 这个时候就整理一下自己的投资物啊 所以尽早合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 已经只有两场比赛的机会了 JF现在仅仅就有13分 嗯 哦 木子里最后回头这一箱很漂亮 收走了6-1的分数 开始抽吧 MCG 就是乌鸦 一和直接把雷收回来了 其实没必要打了 但现在他们其实我感觉就是 CDG目前的现在的一个习惯啊 他估计还是会在旁边 稍微卡着就等 马云龙也是躲开了对方投资物的伤害啊 还有雷 哎呦 那是左子轩的裤裆 他藏的那个雷丢出来了吗 完了 一脱手啊 好了现在是CDG往前凸了 哦看到了知道最后一个人的位置 对只剩下Langkk也没顶住 CDG他就是初期 我知道圈中心就是尤其是圈三的时候就是 已经去卡南部位墙了 对 他其实也应该能够预料到 目前这个圈形如果从南边来的话 大概率只有MCG值队伍 然后他放过来就是近点压力不很大 因为他比较的隐藏 比较的隐藏我给我转移 哦 还是要硬走啊 这个KRG 两把都被埋伏了 对正好落入了TMA的一个包围网 嗯 觉得我已经开到这了 不然就就 不知道对吧 我直接踩上就算了 就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TMA给了他们一记重锤 是 TMA还是埋在那种一条一条线的那种 就是你可能这个点过了 但是你测验损伤 然后人吸子弹 再下个点就不会轻易放过了 哎 这王骚骚拿了个头啊 是他就是站的高看的远 他拼到枪声直接枪头一 MCE应该已经判断出来 在顶上的是CTG的人了 嗯 所以他们知道CTG在那个房区人不多 啊 他们也不用那么特别着急的 投资在CTG这个房区 是的 但是 这个圈是在看看电场 CTG是有压力的 CTG和MCE都要吃压力 结果没有想到TMA啊 被两边打 如果他们把TMA打完的话 其实竞圈就好了 嗯 OK了 总之CTG应该是难度比MCEG要低一些的 低的 MCEG没有高点 对 应该是YLG 是XLG里面在猛抽RBS的枪声 嗯 RBS车已经爆炸了 RBS好艰难啊 哦呦 但是越来越这个栓举先把烂人给放倒 那这个时候开车 兄弟们往前竞圈 直接去贴 这个XLG也不太有机会 马路的过点有点长 而且旁边在打架 对 哦 YLG跟95K两颗雷的鞋头 直接把A04给炸倒了两圆 是的 哦 这还有坑 嗯 那他这样可以接管这个坑 对 跟这样 是的 这几只会我好像都比较需要分数啊 嗯 就除了悟空是富哥们之外 剩下的几个都是 如狼似乎 嗯 我要记忆先缓一缓吧 在掩体里面打打状态 慢慢处理后面的RBS的残局 真的很惨啊 嗯 后来者肯定是在这个坑的优势是比较大的 是的 YLG稍微偷了分数以后呢 先往回撤 跟兄弟集合 在这个时候 开始逐渐发力了呀 这个时候 嗯 M4G最终还是跟CDG 打上照面了 CDG站得好开啊 抽远点对抽都在倒 圈型的收缩是把DSS踩在了圈的正中心 嗯 这个圈DFI有可能要踩到DSS 压了感觉 鱼人啊 对方是个三级套装 而且郁郁本身也是个枪很硬的选手 但鱼人这波依然把郁郁的夹给打碎了 很近队伍 啊 所以DDT 这波可能要吃一些强度了 哎 但是郁郁的杀还很高 王鹏先倒两把762武器 MCG渗倒两人 反过也倒了 只下Summer 哦 这波刷屏 CG很漂亮啊 打的577跟高星两个人配合 完全抵抗出了MCG的一波冲锋 嗯 MCG停车的地方有点尴尬 这几个人落地 被看得死死的 哎 CG已经10个头了 CG你看到现在的真的是那种不慌不忙啊 你正常开不母冲锋还是要思考一下的 哦 哎呦 高星 Goroza的威力 Monkey King火逼走位 自己还吃了个闪 赶紧往后收一收 这个火正好烧到了高星 但这个信息Monkey King并不知道 而且 呃 应该是Monkey King不知道吧 是吧 他应该看不到 对 哎呦 911这个视野很舒服啊 是的 两个地方就都能看到 但是很克制 没有选择打到底 因为圈形已经刷到六圈都是友好圈形 把握一下 哎呦 911出手 是的 仙展高星Monkey King的位置他应该也记得 就在这个地方附近 你的烂人这个过点也会不会被上面抽 哦没有 正好规避掉头顶的一个枪线 嗯 有一个斜坡可以帮他打 是的 好 因为GFY也是知道底下这个 先打一个 冲起来了黑猪 这地方刚好不吃 这地方刚好不吃 刚好不吃GFY强线 而且GFY现在在管XLG那边 对 两边都得兼顾 装放DSS和这个YLG算是一个一幻影在闯关啊 跳坑 换了一个换了一个DSS 我还在救人 是的 这柜子救下来真有的大 已经被点出来了26 这样一打的话问题应该不是很大了啊 现在就看26一个人顶多少 没什么机会 没什么机会 没关系26当时也被闪了 还好投资物多兄弟多 看下这包GFY的清理啊 哟瘫了呀 刚才谁站第一个 不是 还是蓝布 3B这里过来是打了GF两个 是的 贪了贪那个人头强补 不会留给对手时间去救人的 对911现在非常尴尬 911是完全被卖掉了 现在只有一个GFY3.1 我一直被锁定在这个石头后面了看到了 而且凝视一把栓 这位是指甲 最气的是您这里还是舔着队友的桃 舔着阿童木的火 把GFY给淘汰了 恭喜YLG 是吧 11个淘汰之鸡 吃了一个大鸡 但是 开心啊 他们好开心啊 对